Match原料同学们大家好 根据上节课我们讲解这个web服务器的原理这个知识 这里课我们动手搭建一个简易的web服务器 这个简易的web服务器这个代码 因为相对来说比一般的代码多一点 所以说这里我先把这个代码写好了过后 并且写上注释 大家自己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动手 把自己亲手把这个代码敲一遍 这里这个服务器我们编写的代码 深度来说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开发这个简易的web服务器它功能 只有解析扣端的请求参数 以及这个响应这个静态文件 这么一些功能 所以说这个代码不是很多 而且我们开发这个简易web服务器 也不是为了做真正的做一个服务器出来 而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到这个服务器的原理 明白以后我们开发这个web应用的时候 它底层的思路是怎样的 这是我们开发的这个简易web服务器的目的 那么首先这里我讲一下我们这个web服务器这个模块里面 它需要哪些模块 需要哪些系统模块 http这个是做服务器端的一个请求 那个服务器端一个功能的模块 而这个文件系统是我们读取经常文件的时候 学了一个模块 这查询字幕串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解析客户端那个uil路径的时候 而用户端 想应过来请求参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模块 这个uil就是我们解析什么 解析客户端 它里面的请求资源门件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的 所以说我们这提前把这些需要的一些模块 先导入进来 这个代码就开始从这里 这个主方法这里开始 一步一步往下讲 这个代码上转的时候比较多 所以大家这里听的时候一定要听得仔细一点 那么这里我主要就是 这个是创建服务器 这个创建服务器的代码 我们在前面写了很多了 所以这里我简单这里带过 这里http这个模块 create server这个方法 创建一个服务器 并且它让这个服务器 通过这个函数来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而这个代码 这个客户端的请求 这里面的代码 我们待会再解释 那么这个整体的架构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并且让这个服务器 监听三两段口 这些代码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没太大问题 根据上几个课讲的那个 web服务器原理的这个 这几点功能 我们一步步来讲 首先我们要验证 解析这个uil 这个请求支付串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服务器啊 他只接收 请求这个镜台文件的一个请求 直接就请求镜台文件 这么一个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其他请求我们就不接收 所以说啊 在这个接收数据之前啊 我们先这里做了个验证 进入这个还说过后 那么这里写个方法来验证 写这个方法的验证之前 我会把这个请求对对象啊 这请求对象 传到时候是方法里面去 然后还实现什么 获取数据 那么这个方法在哪里 在下面 我们我们往下看 这里验证请求 文件的后续名 啊这个验证 镜台文件 我怎么验证呢 我就根据这个请求支援啊 比如说这里啊 请求支援这个后续名 这个后续名如果是 .html .js .css 镜台文件的文件名 后续名啊 我就让它通过 那么我这个代码怎么写呢 我们看这个代码 首先我从这个request这个请求对象里面把UIL 就是扣端请求过来的UIL 先获取到 获取到过后 我们通过UIL这个模块 点pass方法 将它解析出来 那么解析出来过后 它会导致什么一个什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导致这样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么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要获取这个什么呢 pass name 这个的属性 里面的词 所以说啊 我在服务器这里 点pass name 到了这个pass name过后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demo.index.html 假设我们这个 是html这个经常文件的请求 那么它返回了 直播串路径 就是这么一个直播串 那么这么一个直播串 我要还把什么呢 后续名解决出来 我怎么解决呢 我通过这个GSMS 那个字幕串的操作 点sumple string 从哪里开始写呢 从这个 后这个文件名 这个路径名的 点这里开始 往后面解决 差了能够解决什么 能够解决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后续名 我这里把这个注写上 点estimer 这个现在目前 目前这个exdem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点estimer 那么这个点estimer 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请求呢 我们怎么能验证呢 我们我们的验证就是这样的 就是写好一个直播串 这个直播串里面包含点estimer 点estimple string 点estimple string 点estimple string 点png 点css 点estimple string 点estimple string 这么一串直播串 组成一个新的直播串 这个新的直播串 如果它里面 能够找到一个像什么呢 像estimer 或者是像jpg 或者像png的东西 说明我们 当前截取这个exdem 它就是 在这几个后续名之类的一个 一个后续名 所以说它 它是截取到过后 它那个下表肯定是能找得到 找得到过后这个下表肯定是大于点零的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原理啊 来判断这个exdem 它是不是 这个.stm 点gpg 点png 点css 等等一起 其中一个后续名的 其中一个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什么呢 我们就让它判断下 是不是大于零 大于零的话 那么说明它是什么呢 说明它是这个后续名 这这净态文件 后续名的其中一个 我就把这个 判断的结果 反回到哪里 反回到上面这个方法这里来 那么 这里通过验试是什么呢 验试URL了 那么这个验试通过过后 下面一个步骤 我要解析是什么呢 解析我们这个 请求参数了 因为这个 那个请求那个URL都已经验试通过了 我们就要解析请求参数了 解析请求参数 我这里也写了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请求参数啊 我们知道 请求它有get和post的两种 get的方式的话 它就是在后面写一个问号 然后写一个比如说URL这个参数啊 小名啊 并且 PWD 等于1234 在后面这个查询字幕串 其实就是我们解析的一个请求参数 我们把它解析成什么呢 解析一个对象的形式 好 这里提到方式有get的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post的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是怎么来处理的 第二用这个parameter 这个方法 看这里 并且他也把那个请求对象传过来 那么这里传过来过后 这个方法里面我都干什么呢 首先我根据这个请求参数 请求对象啊 请求对象来判断这个用户的请求 是post的请求 还是get的请求 这两种我会区分出来来处理 如果post的请求 那么它提交数据的时候 它是以流的形式把这个数据写上来的 以流的形式写上来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这个请求对象上绑定这个数据 监定事件 以及这个数据结束的时候那个事件 这个数据 监定事件就是 如果客户端 不断地写数据上来 我把这个数据不断绑定到一个 我这些第一个临时变量 就是post的提交数据上来 我把它保存这个临时变量里面 他提交一次 我累加一次提交一次 直到他把数据提交完了过后 他触发这个恩事件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查来干什么呢 查来把这个数据解析出来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到这个pass 这个data是个什么样的数据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youtern 等于这个小名 并且pwd等于1234 它就这么一个字不串 而这么一个字不串 恰好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查询字不串 那这个这个操作 来实现什么 来实现解析 解析一个对象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 我就通过查询字不串的pass方法 将我们这个数据 解析成什么 解析一个对象 我并且把这个对象复给谁呢 复给这个请求对象 请求参数对象 它里面动态给它添加一个 这个引用 添加这么一个属性 让这个属性等于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最终我们 解析的这个对象 是放在哪里 放在parameter这个对象上的 这就是我们解析过程 如果它是get的方式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我们这里绑定事件 来解析数据了 那么怎么办呢 它因为是get的方式 它直接提到这个 请求的URL路径的后面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字幕上解析 解析出来 再解析 那就完了 那么怎么解析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get的请求 那么我从这个request的URL里面 将什么呢 将这个URL取出来 取出来过后 我再通过URL的pass方法 注意这里是URL的pass方法 将它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过后 它得到什么呢 它会得到这么一个对象 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看这里 它这里有query 这个query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对象 所以说我们直接点query就ok了 所以这个也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直接点query 就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也把它绑定到哪里 绑定到这个request的请求对象 里面的parameter这个对象上面 这就是我们解析请求算数 那么请求算数解析完了过后 后面一步 我这里做了一个显示 显示个请求算数 如果是这个pose请求的话 我们必须在哪里显示呢 必须在这里显示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一步解析的 有可能你在上面解析 打印的时候打印不出来 它是空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这里 必须在这里打印 才能看出对应的数据 好 那么解析参数我们讲完了过后 我们再反过上面 接着它上面会打印一个这个请求参数 看我们解释对没有 如果解释对了 这个对象肯定是有值的 那么第四个方法 它干什么呢 read static fail 就是读取信号文件 那么这个读取信号文件是干嘛 它就是把这个本地的经常文件 读取完了过后 并且响应的客户都在那边去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它是怎么处理的 它在调用这个方法之前 它也是要传两个参数 一个请求对象 一个显示对象 这两个参数都需要传过去 传到这边来 我们直接往下看啊 往下看这里 写入经常文件 那么这个是写入经常文件 我们怎么怎么来怎么来实现它呢 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经常文件 首先从本地上面读出来 本地上面读出来的时候 这个文件存在什么位置 我们怎么知道呢 啊 存在什么位置 我们首先把这个经常文件在右边啊 看这里 我已经把这些文件准备好了 这些文件早就准备好了 它分别在我们项目下面的 css html image gss这些目录下 那么这些目录下 我这个用户的请求的时候 它怎么 怎么来得到这个对应的文件呢 比如说我这个 这里我请求我这个estimer这个文件 我怎么请求呢 我写个localhost 3000 然后写个estimer 下面的index estimer 我这样写 它就应该得到我对应想的estimer这个文件 那么这里我们这个代码 应该怎么写才让任务得到 我们想他他想要的这个文件呢 我们这样这样处理的 首先啊 进入这个文件过后 我把这个请求对象里面的uil解释出来 解释出来 我再通过什么呢 再通过这个uil的pass方法 把它结成我们这里下面这里想要的 这种类型的对象啊 这种类型的对象 其中这个里面有个叫什么呢 就是pass name这个字母串 这个字母串 恰好就是我们想要的什么 想要的字母串 这解释出来啊 就pass name 就这个东西 我再注视一下 这pass name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 斜杠 estimate index bass点 ens 前面 好解释了这个字母串过后 这个字母串它其实不是一个文件的路径的字母串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把它转容成文件路径的字母串 要么你在这里加上 这么一个东西 这里啊 在这个文章上面有一个这么这么一个 路径 它可以 动态的获取你当前那个文件所在的根目录 那么这个拳击变量 这里啊 这里拳击变量 全对向这里 它有一个drlm啊 这个这么一个字母串 drlm drpass 说前面双双双下方线啊 两个下方线下方线 drlm 这个drlm就可以获得什么呢 获得当前你这个serve.js 这个文件在你这个硬盘上的绝对路径 啊所在的文件再加上我们的文件名 那么它就可以获取的什么呢 获取到我们对应的那个文件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有用什么呢 用相对的路径 相对路径我怎么找呢 就是相对于我这个serve这个 这个Js文件 它的路径在哪里 它相对于我们的serve这个Js文件恰好是什么呢 恰好就是当前目录下的 Atrm下面的index 所以说它最终路径应该是平均是这样的这样的方式 才是正确的方式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前面需要讲点 啊这样的话才能判断说这个路径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接着判断它这个 啊接着根据这个路径啊 如果有这个文 存在的这样的文件的话 我就根据这个路径来干什么呢 根据这个路径来创建一个读取流 啊注意我们这次流的形式读取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有多大 所以说我们流的形式读取 读取了过后 我们马上通过管道 把它揭露了什么呢 揭露了响应这个对象上去 注意这个响应对象 它也是个写入流对象了 揭露了对象只不过他这写入流对象 它的对象不是一个文件 而是一个科目端 他直接把这个读取的数据 直接马上接到什么 科目到那边去 那么这样是这样一来啊 这个科目端的浏览器啊 他就能够原来不断的把这把什么呢 把我们想到的数据 给我们写过来啊 给我们写的这个浏览器这里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看到我们对面的 想看到网页了 也就像我们这个麦子学院这些东西啊 他他这个网页就加载出来了 啊到底这个数据怎么加载 这就是浏览器的事情了 这就不需要我们关心了 我们只管把数据给他写过去 按照什么呢 按照html这个格式这样的方式 把数据给他写过去 他就能自动解析 啊所以说这里我们在读取这个文件 并且把它接到什么呢 接到这个响应对象上啊 这样就实现了什么呢 文件读取啊注意 这个文件读取的时候 不光是可以读取这个html文件 文本文件 包括我们的图片文件 他一样可以什么呢 一样可以处理 因为他是以二进制的形式读取的 以二进制的形式读取 所以这里什么文件都可以读取 啊如果这个文件判断出来不存在 那么我们这里写了一个什么呢 写了这么一句话啊 返回状态码是4.4 这个4.4代表当前这个资源找不到 或者是用户那个路线写出了啊 这里我还指定什么呢 指定了这个响应这个类型 为这个text plan 就是我想一个 会想一个跟他想一个文本过去 这个文本编码是UTF-8 在他用UTF-8来解析 好这里我想这个字不算什么呢 Failed Found Failed Found 这我给你 Failed Found 然后这里写end requestend把数据登登写回去 这样就实际上经常文件来响应了 那我们再反过上一层 这个经常文件响应完过后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A24 A24是刚才我们这个验证这个 后注明的时候 这个如果没通过 我们也同样方式 给他响应个司令室 说这个文件找不到 好 这样就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简易的微博服务器了 那么这里我们说了这么多代码 我们来企图一下 看这个代码能不能跑起来了 好这里报了个错 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个三件端口已经被什么 已经被监听了 这个可能是我启动了其他的服务 我把其他服务先关掉 停掉 停掉这个服务 然后我再启动这个服务 因为同一个端口不能被两个网络程序占用 这也启动成功了 那么启动成功 我首先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个 Localhost 就本期域名 他端口是3000 我要访问这个HT上面的index文件 我们看能不能得到 回车 给大家看 这里已经得到我们想象的这个页面了 这个页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 index.HT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一个页面 那就是我们对 想进到流量器里面 看这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想要一个页面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个流量器里面输入这个页面 能得到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我们想得到对应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就想 想给流量器传一个传个参数过去 我们以get的方式把这个数据 哎 这里啊 以get的方式把这个数据提掉过去 我要提一下个用户名和密码过去 优秀链 假说等于什么 等于小名 小强吧 啊 按这个密码 pwd等于什么1234 我想把这个 请求参数在服务器上面也解决出来 那么这样能不能解决 回车 好 好 这个一面加载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这里 能不能打击出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大家看这里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他没带没有怎么样 没有参数 没有数据 那么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的 啊 小强 一二三次 这是一个对象的形式存在的 啊 再打击出来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是以get的方式发布数据的 如果是以post的方式 他能不能又能不能解决数据呢 那么以post的方式发送数据啊 我这里在这个html一面里面我顺便写了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我指定这个请求路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当前这个域名上面啊 当前的本级域名上面的三十大口 请求这个index.html这个文件啊 并且我提及的方式以host的方式提及了 那么这里啊 这个我指定两个euroname和password就是两个名称 这两个代表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在发送这个表单之前 我这个表单上面加了个name这个属性 所以这个这个属性一定要加name属性 它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你这个 get的方式提交的是这个这个名称和这个名称 所以说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定什么呢 指定这个name啊 它的值为多少 password的它值为多少 然后我们点提交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 以post的方式发到我们服务上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我输入一个小小章 密码是6个1 我点提交 因为加载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端 这里啊 小章6个1啊 这解决没问题 我们get的方式提交 posed的方式提交 都能够把材数正确解决出来 说明我们这个服务器啊 解决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简易的一个web服务器 当然我们这里只实现了web服务器的一部分功能 其他功能我们都没实现 而我们这个实现这一部分功能只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我们这个服务器底层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通过这个明白底层工作的原理 以便我们后面开发web音乐手 更得心一手 更如意得水 好 现在这个代码我们就写在这里啊 大家下来的时候一定要 我把这个代码啊 也顺带共享的这个网上 大家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 自己的实现下这个服务器 当然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思路 来听见更多的功能 好 今天课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